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环之下 787从生产之初就被爆料 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2024年4月17日 一场听证会 波音飞机的安全问题再次受到质疑 波音公司前工程师 当堂作证 波音的金字招牌 还能相信吗 波音公司这次是出大事了 4月17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 举行了两场 针对波音飞机安全的听证会 结果呢 还没出来 但是广大网友对于波音安全的质疑和讽刺 却早就满天飞了 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 突然掉落的舱门 被缠满绷带的机翼 这是X平台上的网友 运用各种梗图 对波音飞机进行嘲讽 那马斯克对波音的讽刺就更加直接了 他发贴文 支持乘客自带螺丝刀钻头上飞机 波音飞机究竟怎么了 2024年1月5日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9型客机 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起飞后不久 飞机后舱的一扇未使用的紧急出口舱门 突然爆开掉落 机身一侧出现了一个大洞 导致客舱瞬间施压 机上当时载有17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庆幸的是 该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故第二天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暂时停飞 由美国航空公司运营 或在美国境内运营的 波音737 MAX9型客机 对该机型进行全面安全检查 现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初步调查发现 这架被交付给阿拉斯加的737 MAX9 在离开波音工厂时就存在着严重失误 安装门塞所需的四个螺栓 全部被披露了 当时我看到这的时候就觉得神奇 这一颗螺栓都没有 这架飞机当时是怎么带着这个门出的厂呢 而美国运输安全委员会还好意思说 这是失误 但就是这样的失误 对于波音它也不是第一次了 2023年12月波音呼吁航空公司检查飞机的方向度 因为在一架飞机上发现缺少了离根螺栓 波音公司还表示这是出于极度谨慎的考虑 如果这么想的话 那这个脱落门事件是不是就应该算是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不谨慎了呢 按照波音公司 对于批生产 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来讲我们认为应该是零 实际上出现了两个层次的错误 第一个层次的错误是这个舱门 到达总装现场的时候 工作人员发现舱门的安装有问题 实际上这等于说是部件到场的时候 就存在着缺陷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工人如果没有安装螺栓的话 按照操作规程 这里面就问题严重了 按照操作规程 这个螺栓的安装一定是操作工艺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可是工人居然遗漏了 那么按照波音公司的生产流程 如果这样重要的环节 在总装完成之后 一定有一个检查的过程 那么引发了外界重大的怀疑 为什么检查也缺失了 所以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低级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 或者需要多么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解决的 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工艺流程 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导致的一个严重错误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脱落门事件 不是个案 波音飞机在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里 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不少于8起 不同程度的飞机故障问题 包括了飞机的驾驶舱玻璃开裂 无故冲出跑道 发动机起火等等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两起波音737 MAX 8空弹 夺去了346条生命 引发全球对波音安全文化的质疑 难道波音飞机真的不安全了吗 我们要首先要理解 也就是说没有完美的飞机 那么我们怎么去判定 这架飞机安不安全 所有的民航当局 它的一个释行审定部 就是说这个飞机 它的基础是通过释行审定 释行审定是保证了 它这个飞机的基础安全性 也就是说它有个基础的安全 标准在那里 其实我从1996年就开始飞波音737 那么飞了20多年 那么这么说吧 波音飞机从整体上来说 它的安全线是很可靠的 就是说这个从总体的事故率来说 它是也是逐年代降低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 实际上因为波音一直和空客 是属于双挂头竞争 那么它的保有量本身就非常大 那么自然它发生事故的数量 就会显得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我们其实相比较 从80年到现在 我们的事故率可能已经减小了90%的事故率 确实是这个数量会显得没有降低很多 那么主要原因其实是我们的数量 就是说总架数 就是飞机的总架数和飞机的总防满量 一直在增加 虽然从历史上来看 波音飞机的事故率是在下降的 现在更令人担忧的是 波音内部出现了吹哨人揭露公司 在飞机制造环节存在诸多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波音飞机走下神坛的 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当中 其中的说法有以下这三点 第一是波音飞机的安全隐患 由来已久 一直都没有被重视并且得到解决 第二是供应商频繁的出错 背后存在利益牵扯 第三波音公司内部问题频出 专业人员受到排挤 发展方向被金钱裹挟 当地时间4月17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 针对该公司的安全生产弊端 召开听证会 四名证人出庭作证 深度爆料 波音公司飞机制造缺陷 霸凌文化以及隐瞒关键证物 妨碍联邦政府调查等情况 爆料人波音前工程师 萨姆·萨利赫普尔 在听证会的开篇陈词中 就将波音飞机存在 严重的安全隐患到处 这位萨姆·萨利赫普尔 在互联网当中被称为 波音飞机的吹哨人 也就是他将波音飞机的安全问题 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热度 因为问题直指波音一直以来 为之自豪的梦想客机 波音787机型 梦想客机会是一个破碎的梦 梦想客机787是波音公司生产的宽体客机 由波音民用飞机集团负责开发 2009年12月15日进行首次测试飞行 并于2011年的年终完成了飞行测试 2011年8月 该机型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与欧洲航空安全局的认证 当年9月交付给全日空开始商业飞行 但是这款飞机 本该星光闪耀的波音重磅产品 却很快遭遇了滑铁炉 2013年1月 因为电池问题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 停飞所有波音787 2014年 半岛电视台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明察安防 并且制作了纪录片《波音787破碎的梦想》 曝光了波音飞机在生产制造中的各种问题 其中就包含 波音飞机生产车间工人素质差 安全监管不到位等等问题 比萨姆·萨利赫普尔更早的吹哨人 还有一位 他叫约翰·巴尼特 2017年退休以前 他为波音服务了32年 曾经是波音在北卡罗来纳州工厂的质量管控经理 2019年11月6日 约翰·巴尼特对BBC爆料说 在2016年的时候 他就发现波音生产的新机型梦想科技787 紧急氧气系统存在缺陷 护胀率为25% 这意味着四分之一的系统可能无法正常使用 当危机发生时 乘客将面临脑血伤甚至死亡的危险 另外 在他接受其他媒体采访之下还提到 从2012年开始 波音公司就存在严重的品控问题 在BBC采访中 约翰·巴尼特还爆料称 波音公司存在一次冲好的问题 对于这些指控 波音公司当然是一律否认 今年3月9日 约翰·巴尼特在准备就一桩 针对波音的诉讼作证前 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车中 当地执法部门称他是自杀 但是3月14日 约翰·巴尼特接受有人电话采访的 录音流传出来 在这份录音当中 约翰·巴尼特曾经告诉有人说 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了 请不要相信 听到这里 是不是有种后背都发凉的感觉 前面说过的那位吹哨人 萨姆·萨利克普尔 自己也曾经表示过 受到过波音公司的威胁 索性的是 他最终站在了听证会上 在萨姆·萨利克普尔的 另一段证词当中 他提出了波音787生产质量中的 一个非常细节的问题 这个后果将直接导致飞机的解体 从2013 进入过波音787生产质量中的 这会导致飞机的疾病 这会导致飞机的疾病 质量问题的文章 文章当中称 波音787项目 从2019年以来 就面临着 表面质量缺陷 电片 间隙 和超差固件等多种问题 这也是其一再 推迟交付的原因 而在这些原因当中 文章着重分析了 盖飞机的结构性质量问题 波音787机型 最初的结构性问题 是在垂直尾翼中发现的 但随着波音加强 对机身的审查 从后部48部分 一直到第41部分 机头组件 都发现了不合格 和不合规的情况 2020年4月 该款飞机被发现 两个后尾部 第47节和第48节之间的 表面轮廓存在过大间隙 在这一点上 吹哨人萨姆萨利赫普尔 在听证会上 也有相关的表述 航空周刊的这篇文章中 提供了一张示意图 在这张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第47节和48节的 具体位置在哪里 能清楚地帮我们理解问题所在 那么和头发丝一样的缝隙 能造成多大的伤害呢 今天的民用飞机呢 它是一个高精度的组合体 比如说民用飞机的机身部段 它是有几个段组合起来 它必须要非常精准地 能够扣合在一起 那如果这个部件的组合起来 出现了偏差 麻烦可能就很大 怎么理解呢 因为飞机更像是一个气球 我们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内部是增压的 也就是它像气球一样 是鼓掌起来 而它落地以后呢 这个增压消失以后呢 它又会整个的机体又会回缩 就是飞机每一次起降 都会膨胀起来 然后又逐渐地回缩回去 这个飞机在 二三十年的运行过程中 可能会经历无数次的膨胀 这个缩小这样一个过程 那时间长了的话 由于你偏差大 你这些零部件 可能会过早地老化 今天可能是留下的这个缝隙 可能是0.1毫米 明天就0.2 到几个月以后 可能变成0.5 那终于有一天 可能这个问题 就会导致一个大的麻烦 那个时候 你再去收拾这个残局 就会极困的 飞机应该是最安全的 一种交通方式了 但是它一旦发生问题的话 又可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所以哪怕是一根头发 撕一般的间隙 都必须给予重视 除了吹哨人直接指证的 生产质量问题 本轮波音安全危机还被爆料 存在和供应商之间 不清不楚的利益牵扯 那这究竟是落井下石 还是确有其事 2024年1月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发生波音737 MAX飞机的 拖楼门事件之后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介入调查 发现波音公司和一家叫 势必瑞的航空公司 存在严重质量控制失误的问题 纽约时报连发数篇文章 跟踪报道了此事 其中3月4日的一篇文章指出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对波音公司及其主要 供应商势必瑞公司 展开了为期六周的审查 发现这些公司存在多种 未能遵守质量控制要求的 情况存在 文中还提到 波音公司拒绝对审查结果 发表任何评论 时隔一个月后 4月11日 纽约时报再次发表TV 洗碗灶可以帮助建造飞机吗 这样的文章 时据对波音飞机安全问题 进行爆料 文中提到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最近对波音737 MAX的审计中 提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 其主要供应商之一 在制造过程中 使用洗碗剂和酒店钥匙卡 真的合适吗 实施证明 波音公司供应商 真的这样做了 洗洁精 酒店要是卡造飞机 这是什么新锐黑科技 还是纽约时报的讽刺说法呢 为了弄清楚事情原委 我们找到了 势必瑞公司的官网 网站显示 该公司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927年 它曾经为多家知名的 航空公司企业提供服务 1929年 波音将其收购成为 波音公司的一个制造部门 在2005年 波音公司与其部分业务 进行了剥离 重组后的 势必瑞航空公司 开始从单一来源供应商 转型为拥有多平台 和众多客户的 全球供应商 不变的是 它始终在波音公司的 供应商行列里 并且是737 MAX 机身组装的供应商 公开信息显示 波音计划收购 势必瑞航空公司 理由是 这有助于 巩固波音的制造流程 并创造更安全的产品 势必瑞的这段历史 看完了以后就有一种 这马甲脱了穿 穿了脱 波音和势必瑞 真的是太会玩了 如此看来呢 势必瑞 基本上可以被认定 是波音的亲儿子 但是 这洗洁精和钥匙卡 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我们回到 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局 从观察到 势必瑞的机械师 使用酒店的钥匙卡 检查门缝封条 对此 势必瑞的发言人解释说 钥匙卡用于检查密封件 和门塞之间的间隙 以确保没有阻碍 滚动或挤压 工人们之前 曾尝试过其他工具 但要么太脆 要么取度不够 钥匙卡具有圆角 和恰到好处的灵活性 使他们能够在 不损坏密封件的情况下 检查间隙 为此 该公司的工程师 还开发了一款 类似的工具 供员工使用 一些审计结果表示 势必瑞的机械师 将一种液态肥皂 涂抹在门的密封处 作为装配过程中的润滑剂 同时用湿粗的棉布 清洁门密封 以清除肥皂和碎屑 对这一做法 势必瑞方面的解释是 肥皂是为了确保 在安装密封件时 不会撕裂或凸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肥皂的化学性质 不会降低密封件的弹性 他们过去也使用过 其他常见的产品 包括凡事林 玉米淀粉和华石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存在密封性能退化的风险 听着还挺合情合理的 但是却让我想起了 补自行车轮胎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要把这个轮胎放到水盆里 来检查到底有没有漏气 那对于这样一番 非常朴实的操作 士碧瑞还表示 波音都是知情的 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 审计原文件 波音和士碧瑞 也都拒绝进一步的置评 但很多媒体都称 这一结果是官方发布 那么这种看似 简单又高效的做法 在业内人士的眼中 是不是属于正常操作呢 实际上今天的民用飞机制造呢 它是一个高度标准化的操作过程 不是我们想用什么 就可以把它带到装配现场 去使用什么 按照道理说 这些使用的工具 本身没什么罪过 问题出在哪里 这些部件 你使用的这个小工具 应该是被严格的写入 你的操作规范流程的 那么这里面就问题就比较多了 我如果洗洁精 写到了工具流程 我们假设 那么要有很严格的规定 哪个品牌的洗洁精 它的成分规定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在把它写入到工具流程之前 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就是检测环节 什么检测环节 就是我要用实验来证明 这个洗洁精 在使用到装配环节中的时候 它不仅能够辅助我的装配操作 同时我还要证明 随着时间的流逝 洗洁精里的各种成分 不会对我飞机的部件产生不良的影响 如果是文本上做了相应的规定 那即便这个办法 你看起来可能很苦 或者是很不可思议 那么它也会被认为是合乎规范 那现在来讲 那现在来讲其实我本人更关心的就是这个现在现场上真实的操作跟联邦航空局当年审定的时候对这些标准化的工艺流程究竟两者是不是相矛盾的如果是相矛盾的那就是比较遗憾的一个事情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各大飞机制造商大多都会采用主制造商加供应商的模式 由一个制造商负责总体设计与统筹管理 由多个供应商参与研制生产任务的一对多的合作模式 这样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并且高效地完成订单 可以说是双赢结果 目前和波音有合作的供应商超过一万一千家 供应商的优劣就会直接影响飞机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性能 其实波音公司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对于整个飞机制造流程的供应链的重新调整 应该说这种调整本身并不是原罪 但是应该说近些年来尤其是最近的十几年 波音公司对于供应链的管理显然出现了重要的态度上的疏漏 你想啊你上面最上游的总装厂 对于部件上的缺失 对于工艺上的问题 它居然不支撑或者说没有严厉的处罚 那么供应链上的企业就会想当然地认为 我们的做法是可以的 我们的问题是可以被接受的 不仅波音公司会接受 那么运营市场商业航空的运输市场也会容忍和接受 这样就导致了波音公司的供应链上的总体的水准 当你对于一个复杂系统的管理手段开始绵软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会迅速地向着恶化的鞋团滑下去 甚至滑向深渊 波音公司在这一轮的舆论漩涡之中 用人和管理等方面也是问题频出 成为眼下被诟病的第三大焦点 今年3月 波音公司宣布其首席执行官戴夫卡尔霍恩将于年底辞职时 一些人质疑 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才下这个决定 66岁的卡尔霍恩于2020年被任命为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 当时波音公司因为2018和2019年连续发生 两起737 MAX飞机致命坠机事故 正经历他自成立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公共信任危机 卡尔霍恩是一名会计师出身 在CNN报道中 他在掌管波音公司的四年里 把财务纪律放在首位 勒紧裤腰带 释放现金流 让公司拥有更好的财务基础 但当谈到他作为首席执行官的生活方式时 这种节俭则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CNN披露的一份波音公司监管文件中 包括卡尔霍恩在内的四名高管 额外获得了价值50万美元的 私人飞机旅行费用 而这些费用被记录为公务旅行 三年间 经卡尔霍恩一人的个人航空旅行费 就高达97万9千美元 波音公司高管这样的花费算不算高呢 这个没有标准 但是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推敲的 卡尔霍恩上岸时 波音因为737 MAX停飞和新冠疫情 背负了超过300亿美元的债务 他任职期间 波音公司不光面临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多次审查 交付的飞机数量也在减少 根据路透社给出的数据 波音公司的股价已经下跌了近43% 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公司的市值同期 则增长了26%以上 但是话说回来 波音内部这种种问题 仅仅是一个卡尔霍恩就能造成的吗 在众多八卦波音的文章当中 有一篇文章被很多网友推崇 认为即全面而真实地分析了 波音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 文章的题目是 自杀任务 波音公司如何对待那些 还记得如何制造飞机的人 这篇文章发表于2024年的3月28日 波音爆料人前工程师 约翰·巴尼特在车上疑似自杀之后 文章中指摘最多的就是 波音前CEO之一的吉姆·麦克纳尼 作者称吉姆·麦克纳尼 不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 他排斥只关心飞机完整性 而不关心股票的人 甚至将波音飞机的生产和质量把控 推给了供应商 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内 波音梦幻科技七八七出生了 然后就快速走下深谈 研发波音七八七的时候 波音公司是希望这款宽体科技 能给波音带来发展机遇 但是在破碎的梦想 这个纪录片当中 给我们展示的 却是被压缩的成本 不称职的工人 以及不靠谱的供应商 在用塑料制造不合格的飞机零件 有媒体报道称 麦克纳尼领导下的波音公司 已经成为 首先是一家金融企业 其次才是一家航空企业 近期在指波音员工的一封信中 卡尔霍安将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 托洛门事件称为 波音公司的分水岭时刻 这家曾经光芒四射的航雨巨波 面临史上最强指控 波音能否异地不倒 如今还很难定论 新闻见证组将会为您持续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